这个男人在家里发现了气厅器,但他却置之不理,原因是他想找出幕后绑架妻子的人,拿回五十亿财产,第二天,他推开卧室门,发现妻子正在拆除气厅装置,男人险些当场去世,真是乌龟吃亡吧,六亲不认啊,他全都明白了,一切都是妻子的自导自演。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,他选择视而不见,内心却早已翻僵到海,可此时,妻子仿佛受到了惊吓,他说自己发现插座歪了,想去修理一下,竟然找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。 妻子将气厅器交给男人,还一脸无辜地问他这是什么,男人彻底忙了,内心又开始左右摇摆,他不停地安慰妻子,女人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丈夫,脸上却露出了一个十分诡异的微笑。 简直是发霉的葡萄,一肚子坏水。 晚上两人吃着酒在喝的,喝着红酒,男人还在幻想着,妻子喝下的是有毒的那瓶该多好,而这个妻子似乎有毒心术。 他突然意味深长地说道,只要是男人给的酒,既是有毒,他也会喝下去,男人觉得他越来越不了解妻子了,这一天他没有去上班,而是折返家中跟踪妻子,找到妻子的把柄。 但女人除了做家务就是练瑜伽,没有任何问题,男人一无所获,还险些被当成臭流氓抓起来。 偶然间,男人想起了妻子的学弟,他在网上搜索着学弟的信息,找到了一个网站,此时细思极恐的事情来了。 男人发现,家里面所有的艺术片居然都是这个学弟设计制作的,甚至连两人喝水的杯子都是,这简直是个晴天霹雳,家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叶,竟然都带着那个男人的气息。 真是青龙燕月刀拉屁股,开大眼儿了。 一瞬间,他仿佛看见妻子和学弟在戏耍自己,他们将血涂抹在家里,在地上留下伪造的脚印,还互相击掌庆祝。 他实在不敢去想,这个妻子到底是谁,他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啊。